換錯心,病人奇跡出院 今年5月尾,一個58歲A型血女病人 在瑪麗做換心手術 尾聲先被發現換錯AB血型的心臟 獨立調查小組報告昨天出路 指出心臟移植服務的四大問題 令到五個關鍵檢查步驟倒走露眼 報告說心肺移植聯絡主任 只可以靠大量電話和Fax 由另一間醫院拿捐心者的資料 又沒有電腦系統可以幫忙篩選適合換心的病人 加上手術之前 醫生只用一般的安全核查清單 不足以核對兩人的血液便出事 據知事發當日 各兩紅醫院護士收到通知有人捐心 就與范醫生商討 之後護士交隔 PASS捐贈者資料給另一個護士 加上接收女病人的歐永谷醫生 至少五人都沒有發現問題 報告沒有提到懲處 但便建議設立專責心臟移植的統籌主任 幫醫護人員清晰分工 幸好的是 在馬例一班醫護合力照顧之下 用高細量的抗排斥藥治療 女病人兩個月來都沒有排斥 康復情況理想 袁芳還安排了護士去她家視察 減少她受細菌感染的機會 預計幾個星期後便可以出院 向接受那位病人和家屬自血 自顧令整個換心團隊 仇雲慘無 曾經哭到收不到聲 雖然不肯說 心情平伏了未 但就說用心照顧病人是職責 據知女病人逐漸好 都令到她如釋總顧 好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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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堂解便通 唱快便便當然開心了 萬寧讀完